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说 国人追逐梦想时也应回馈社会 并借鉴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您收看诗诚六点半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讲情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陈志生指出 国人追逐梦想时不应忘记回馈社会 国人在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和建立归属感的同时 也应借鉴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 我们来看记者吴良祥的报道 希望我会有一个很好的家庭 乌兰民众俱乐部为160名青少年主办了对话会 其中两人谈到未来50年自己的梦想 参加部长访问选区活动的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陈志生说 国人靠努力和才华达到梦想后要知恩图报 成功的过程中 这社会也给予了他们一些机会 让他们成功之后也希望他们能为社会做出一份贡献 如果没有那种归族感 没有他们的那种参与感 这也是可能变成是有点空虚 陈震生说 国人也要对周遭事务提高警觉 观察力要细 分析后应用 如果不适合国内使用 可有替代方案 不管是教育或者是医疗问题 或者是教从问题方面 我们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历 怎么样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为什么他们用那个方法去解决问题 就算它不能应用在本地 我们能不能有其他的代替方案 据陈震生观察 50年前 或许我国经济不理想 国人只求一份能养家糊口的工作 如今 就约问题没了 大部分国人能安心勇于追逐梦想 乌兰五年内将加速发展 房屋供应交通设施和公共空间将改善 预料人口将增加一成达到六万人 再来看记者 吴梁翔的报道 负责乌兰的三八旺集选区议员李玉云 同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陈震生 走访选区后指出 居民期望乌兰有改变 居民都觉得这个地方很久都没有发展了 那么十多年来的话就只有那两座购物中心 就是Cosway Point还有Civic Center 而且购物方面也可能不齐全 李玉云说 乌兰将陆续出现新商场 市政也会铺设脚踏车专用到 居民最快两三年后就可享受到新地铁系统带来的便利 乌兰人口目前约有五万五千人 随着新族五年内进城 人口预料会增加多五千人 达到六万人 新传媒新闻记者吴梁翔报道